波尔法门里面讲凡圣波尔是真的 这给你讲真话 圣福波尔 众圣根福是义不书 都给你讲真话 你不承认 你不敢当 那是什么 你迷了 什么时候你就 原来当下就是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可见此经 世事 大慈悲赴 如来世尊 称心积谈 这个经呢 实实在在是 大慈悲赴 就是阿弥陀佛 是西方极乐世界 这尊佛 如来世尊 这是佛的世中道 如来什么意思 金刚经上书等号 如来者 祝方如意 这句话说得好啊 一切乏 一切乏都是自信变的 一切乏向 如其乏信 或者我们这样说 一切乏向 解释自信 这你就更好懂 我们的自信在哪里 任何业法都是 所以中门 大彻大悟的人 祖师就勘验他 测验他 在哪里 随便捏一发 都是 发发皆如啊 无有一发不如啊 凡甚差别 就在迷雾啊 雾的人觉了 称佛菩萨 你这人不朽 不知道这一切 法师自信 所以称他做凡夫 波尔法门里面讲 凡甚波尔 是真的 这个影响正话 圣佛菩萨 众生更复 是义不少 都跟你讲正话 你不承认 你不敢当 那是什么 你迷了 什么时候 你就 原来当下就是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这个经 是师尊 称心 集 集 是到顶点了 我们今天是 到最高峰了 没有比这个更高了 究竟圆满 没有比这个更圆满 这也不行 是真的 不是假的 祝福 秘藏 这个秘 不是秘密 主要晓得 佛法里头 没有秘密 有秘密 那是不能告人的 佛法里头 没有 佛法这个秘密 神秘 他离太神了 彼此都太神了 不容易了解 是迷藏啊 这是说 摄放三世 一切 祝福如来 在 无边际的世界 祝福世界 祝福世界里面的摄法界 六道里头 教化众生 将军说法 教化众生 在 诸佛秘藏四个字是这个意思 侯盘 他主 没有保留 像我们对待客人一样 我们把吃的东西连盘子断出来了 全部拉出来了 这个盘子 就这部经 这部经里面内容是什么 摄放三世 一切诸佛的密藏 都在这里 这很得了 所以古大德说 花音发华 这是大家 无比赞叹的 念不大经 一尘大经 古大德说 都是 无量寿金的引导 这个话我承认 我相信进土 你看李老师 那么样的劝我 我都没接受 我接受进土 是我讲花音间 应该也是讲了七八年 有一天 豁然之间 起了个念头 想到文书复协呢 他修什么法门 善才同子 修什么法门 这讲解 没讲到后面 往后面去翻 翻到后面 才翻出来了 这经快要讲完的时候 好像是 第三十九卷 四十卷就圆满了 在三十九卷里面 文书菩萨 他这里有引 后头后头会讲到 文书菩萨 发愿往生前途 普贤菩萨 也是发愿往生前途 这细细 可以去看 善才同子 我五十三餐 正名了 中国人家 邂途为主 善才同子 第一个参访的 吉祥林比丘 他是个念阿弥陀佛的 修佛祖三位 专修念佛 求生进度 他跟善才讲了 二十一个念佛法门 刚才我给主位提到了 这二十一展开 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 没有一个法门 不是念佛法门 与这个诸佛秘藏 喉盘 拖出了相应 且此念佛法门 一接众生 本具之话矣 前面我们曾经讲过 话是教话 一世一世 教话的方式 这个方式从来来的 众生本具 所以这是属于心得 我们迷失了 佛菩萨把它念出来 是我们自己本有的 这个仪式 就像我们现在在学校 这个学习 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所 我们的修学 也放入室 阿 你 陶 佛 阿 你 陶 佛 阿 你 陶 佛 我 我 brush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